夾住叶片一一检测 因为这些树叶不是已经变黄 就是在变黄的路上 神秘怪病席卷澳洲 2003年以来造成数百万棵树木 叶子枯萎掉落 病入膏肓的甚至会一命呜呼 现在科学家终于找到病因 能够对症下药 原来自90年代以来 澳洲许多地区的地下水都经过处理 以防止其中的铁质污染建筑 甚至破坏灌溉系统 没想到偏碱性的水却改变了土质 进而妨碍树木吸收养分 水疗法实施后 即使树叶已经掉落大半 也能在六周内全部长回来 成功回春 对抗气候变迁 树木是人类最珍贵的战友 唯有善待树木 才能确保50年后 阳光还能从夜间洒落 大爱新闻 江玉婷编译